历时,宋朝雍兮年间恩州人士,幼年被人遗弃,差点夭折路旁,幸得寡妇李刘氏捡食,方才保住一命。 刘氏无子,捡到孩子后悉心抚养,因路上捡食而得,故为其冠以夫姓李,取名食。 历时在刘氏手中长大,不知生生父母是谁。 刘氏苦命,早年间丧夫,孩子也没有留下一个,一个人苦熬生活,了无生趣。 幸得李时,事如己初,妇人有了依托和期盼,李时也感受到了人间温暖。 娘俩相依为命,日子倾苦,却母慈子孝,其乐融融。 刘氏家贫,盖因刘氏一妇人,食无挣钱良方,平日里为人做些针线,靠着勤劳和减省,养大了李时。 自打董事起,李时便知道自己是被母亲捡食而来。 十来岁时,已经深切明白母亲之不义,更感念母亲常饿着肚子让自己吃饱,小伙子对刘氏孝顺。 从十五岁开始,李时便开始主动担起家中负担,他先是怀着篮子就近卖些东西,后来挑担子卖货,成为了一个货廊。 小伙子人勤紧,且脚踏实地,为人善良,被周边村里人喜爱,家里需要什么东西,也都是等他去了采买。 他知道大家心意,也常常帮助别人。 刘氏对自己这个儿子很满意,家中常有欢笑传出,如果当年没有减食辞子,刘氏不敢想象如今的自己该有多么难熬。 娘俩二人,皆怀感恩之心,生活普通平凡,但这样的平凡生活,在李时十八岁这年被打破。 事情缘由,皆因李时在路上搭就一落难书生。李时卖货,全靠不行,早出晚归。 早上挑担子从家里出发,晚上方才得回。 每日早上,刘氏为儿子准备干粮和水,放置于货单角落,李时挑担出去,中午时会找个僻静处吃下。 他不舍得在外面吃东西,做的本就是小本生意,大生意怕赔,小生意怕吃。 如若是个贪吃之人,怕是一闻钱也积攒不下,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他倒也不绝辛苦。 因为人踏实,也因为小伙子名声不错,已经有媒婆上门给说亲,说的是邻村一户姓郑人家,郑家家中无子,有三个闺女,大的已然嫁出,小的想要朝旭进家,中间的遇外嫁。 虽然有人说亲,可李时感觉自己家贫,人家不一定愿意,他也并没有太过上心,仍然安心做着自己生意。 可没料到郑家竟然同意下来,匆忙定下了亲事。 不过,李时和郑家二女儿从来没有见过面。 这一日,他挑着担子,摇着波浪鼓,叫卖一个中午。 天气已经入夏,酷热难当。 眼看天已中午,人们都在家中吃饭休息,他挑着货单到了村边树下,想要趁着树印休息,并且把带来的干粮吃下。 不料刚放下担子拿出干粮,冷布丁伸出一只手,抢走了他的干粮。 李时不由地勃然大怒,转头一看又消了气,抢他干粮者是个书生打扮的人,面黄肌瘦,脸色非常不好。 此人似乎饿己眼了,抢过干粮便向嘴里塞,却因为吞咽太急而剧烈咳嗽。 李时无奈看着此人,递过自己带的水说道,胸台何必如此心急? 你饿便让你吃,但虚慢食,如此心急怎么能行? 这书生接过水去送食,片刻后便将他所带干粮和水浸树送进肚中。 由于吃得匆忙,书生躺在地上呼呼喘气,吃点东西也能累着。 李时感觉奇怪,同时还觉得这书生病入膏肓,情况怕是不妙。 果然,休息一阵后,书生先是行了一礼,接着泪眼汪汪看着他说道,小声饿得急,失礼了。 李时摆了下手,表示自己并没有在意,同时也好奇这书生怎么会如此狼狈。 书生声称自己叫孟真,利亭人,本是出来游历,不想路上被强人抢了财物,又突然重疾,天气炎热,行走困难,恰好碰到李时吃东西,他恶急之下才会出手相抢。 听明白后,李时对孟真生出了不忍之心,看对方年龄和自己相仿,却面黄肌瘦,如此下去,他怕是会倒在荒野之中,可怜他家里人还并不知情。 万一死在路上,家里人又上哪里去寻子? 思来想去,他想要走的步子就是迈不开,他这般善良之人,做不出将孟真扔在这里,自行离开的事。 最终,他决定带孟真回自己家,休养几天,带病情减轻,他可以赶回去,好让家里人放心。 孟真一听大喜过望,泪止不住流的同时,连连道谢。 就这么着,本来是外出卖货的李时,却捡了个重病的书生回家。 到了家中,刘氏万分惊讶,待明白了孟真境遇。 刘氏顿时同情起来,赶紧给孟真和儿子做了热乎饭菜。 吃过后,孟真哀声叹气,李时和母亲也面面相去。 孟真的意思很明确,他感觉自己的病一天天加重,万一在李时家休养,却死于此处,那他死也不能明目,他得死在自己家里。 李时和母亲犯愁,孟真所想是有道理的,他家中有父母,此时并不知道儿子重病在外,假如从此再见不到儿子,两位老人又该如何思念和悲伤? 可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怎么才能帮到孟真呢? 娘俩心太过善良,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而犯愁。 思来想去,李时有了主意,丽婷并不远,如果是身体强健之人,几日便可到。 孟真重病,无法独自行走,不如自己送他回去。 刘氏一听,虽然害怕儿子在路上出意外,可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决定,只是叮嘱他一定快去快回,且莫在路上耽搁。 母亲同意下来,李时不再犹豫,对孟真说明自己所想后,就带着他出发而去。 孟真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声称自己如若到家,一定要报答李时,如果自己就此病死,则当牛坐马来报答。 李时送人,本事良善,又何尝想过什么报答? 孟真的心情,他理解,当牛坐马就算了,自己还没有如此德行。 孟真行走太慢,一步三喘,李时多数时候需要背着他前行,路上走得极慢,十五天后,方才进入力亭。 可李时并没有太过兴奋,因为孟真的状态非常不好,他的病似乎更加重了,整晚睡不着,剧烈咳嗽,还会带出血丝。 这种情形,用病入膏肝,绝不为过,他在为孟真的性命担忧。 按照孟真指引,他将人背到地方。 孟真家属于小父,要不然也不会让他读书游历,那都需要钱财支撑。 可孟真父母吝啬,一见儿子被陌生人背了回来,他们心疼儿子,竟是冷落了李时。 孟真也是在路上硬吊着一口气,想要赶回家中,此番进家,这口气松懈,马上就不行了。 他跟父母说明,李时人品贵重,自己幸好遇到了此人,如若不然,自己定会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希望父母能好好报答他。 他交代完便死去,李时一阵伤感,十几日同行,人说没就没了,他为孟真感觉可惜。 孟真父母失去了儿子,伤心是一定的,可吝啬近上来,并不愿意按照儿子所说去感谢李时,不冷不热。 李时送人,本也没有想过报答,纯粹是看孟真重病,而不忍心,既然人已经送到家,他就该回去了。 至于孟真父母所为,虽然让他不喜,却也并不怨恨,他想着人家是刚失去儿子太过悲伤,所以才会冷落他。 一个善良之人,总是把别人向好处想,李时正是如此。 就这样,送孟真回来的李时什么也没有得到,孟真父母更是连盘缠都没有给,任由他离开而去。 可李时在路上却遇到了奇怪之事。 李时着急回家,因为怕母亲流逝在家中担心自己。 他长这么大,并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离开母亲这么久过。 如今他去送人,母亲虽然没有阻拦,可心里担心是肯定的。 如何能让母亲不担心? 唯有早回到家,才能使母亲安心。 所以,他在路上并不停留,半夜也不影响赶路。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正赶路的他遇到一帮生意人, 这些人劝他不要再向前,因为前面没有客栈,而且有一片密林,密林之中偶尔会有强人出没,万一碰到,就会倒霉。 李时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却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说停下过夜,一个人接着前行。 就算是有客栈,他也不会去住,而且他之前卖货时,有过赶夜路经验,经常是五更天起,夜间方才回家,夜路对他来说并不可怕。 到了半夜,他果然行至密林边上,密林之中有小路,白天是个歇脚的好去处,但晚上却没有人敢在此停留。 他进入密林后,行至一炷香的功夫,突然听到树后传出黑黑的笑声。 转头一看,从树后闪出几个人,盯着他痴痴笑。 他心向下沉,这是真遇到了生意人嘴里所说的强人,如何是好? 各位,我就是个寻常赶路之人,身上仅有的盘缠也快用光,大家都是受苦人,放我走吧。 他对这些人恭敬,可这几个人却并不领情,手中铁刀不住挽着刀花逼近他。 李时心中暗惊,想想自己,长这么大,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此番更是心声不忍,前来送人,却在密林之中遇到这些强人。 难不成这次要命丧此处?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树林中突然响起一阵提声,不仅是他,就连几个强人也是不解,一起转头寻声而望。 就见密林中跑出一头毛驴,此驴高大,奔跑迅速,行至几个强人身边,后体猛羊,对着几人遍踢。 几个强人吓了一跳,正欲将驴团团围住时,驴却闯过一人到了李时身边。 李时同样也在慌乱之中,见驴近身,他抓着驴被踪矛,翻身骑了上去。 驴发足狂奔,将几个强人甩在了密林之中,惹得几人叫骂不休,却也只能是徒劳。 李时俯身在驴被之上,心中恐惧,想要喊停,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喊。 而且看驴的架势,并没有停下的意思,他只能听之认之,闭眼游着驴跑。 一下子跑出去十几里路,驴才放缓脚步,呼呼喘气。 驴不是马,也不是骡子,耐力和速度都不及这两者。 李时这才得以下驴,心惊胆战看着这头驴,驴一双大眼回望它,似有得意。 这,感谢驴兄救命之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随口感谢,驴转身低头吃草,一尾巴抽在他脸上,打了个响鼻,似乎在回应。 这也不知道是谁家驴跑了出来,主家肯定很着急。 可如果去送驴,就需要回到密林之处,强人肯定还在密林中徘徊,自己再去就是自投罗网。 想到此处,他对着驴说道,驴兄可自行回去,我也要回家,咱们就此别过。 他说完就走,驴却一直跟着他。 他走驴也走,他停驴也停。 这让他战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难道这是头无主之驴? 要知道驴可是值钱东西,如果平白捡到一头驴,那就跟平白捡到一笔钱差不多,历时很是慌张和激动。 这般想着,他接着向前赶路,并且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假如是有主的驴,主家肯定在寻找,一旦有人寻找,他就将驴还给人家。 不想一直回到家中,并没有人找驴,驴也跟着他回了家。 他此一去,便是二十多天,刘氏在家中每日担心,此时见儿子回来,刘氏非常高兴。 又看到他带着一头驴,刘氏也不是姐。 李时怕母亲担心,没说自己在密林遇险之事,只说在半路捡了头驴。 刘氏非常高兴,赶紧给驴割草喂食,驴在院中来回跑动撒欢,四非常高兴。 刘氏也有一件事要告诉儿子,之前他订亲的郑家在前几天送来信,意思没有明说,但刘氏听出来了,郑家是想要反悔。 就在刘氏为儿子难过伤心之时,事情又有了进展。 媒婆说郑家态度改变,但并不是完全失去希望。 而且,据媒婆所说,郑家之所以态度改变,是因为郑表想让女儿嫁给别人,可是那郑家二女儿郑宁儿却不同意,郑宁儿却说李时对她有救命之恩,既然已经定亲,所以她要嫁就嫁李时。 李时听得一脸茫然,虽然定了亲,可自己根本没有见过郑宁儿,谈何救命之恩。 这郑宁儿莫不是弄错了? 刘氏伸手点头眉头,我儿做过的事情太多,怕是忘记了,你十五岁时在河边搭救的那个姑娘。 听娘亲这么一说,李时猛想起来了,十五岁时,她还没有挑担子卖货,经常快着个篮子到别村去兜售东西,一次大雨后路过河边,发现水里有个人在扑腾呼救。 她根本没有多想,一头扎进河中,把人给救了出来。 救出人后才发现是个跟自己年龄相当的姑娘,姑娘是因为路滑失足落水,幸好有李时路过并且出手搭救,否则她就会淹死河中。 李时事后并没有得到感谢,因为姑娘家里穷,也实在拿不出感谢之物。 她救人的出发点也并不是感谢,所以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告诉了人家自己名字。 此事已经过去几年,谁能想到,兜兜转转,媒婆说亲,竟然说的是此姑娘。 而且让她想不到的是,姑娘竟还记得她的名字。 李时挠了挠头说道,娘,婚配之事,得父母之命,这正名儿同意,父亲却不同意。 这事情怕是要黄。 刘氏明白儿子的意思,也的确是,正表不同意,不吐口,正宁儿休想嫁到他们李家。 也就是说,光是姑娘同意没用,得她父母都同意,这件好事才能成。 罢了,娘,以后再说吧,这时候孩儿还是先攒钱要紧。 听了儿子的话,刘氏苦笑,儿子平时卖的那些针头线脑,挣的钱刚够他们娘俩吃喝,哪里能积攒下钱? 而且还要积攒下娶媳妇的钱,这难如登天,现在有这么个机会。 不如先抓住,看看后面是什么情况再说。 娘俩想的并不一样,历时比较现实,也想清楚了自己家的情况,所以并不奢望能娶到正宁儿。 而刘氏所想,则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正宁儿愿意,这就说明有些可能,说不定她父亲会改变决定呢。 娘俩正在说话,媒婆突然上门,说正家想请李时过去一趟。 李时和刘氏面面相去,她刚从外面回来,正家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这样请自己过去一趟又是什么意思? 正表不是反对这件事吗? 既然反对,又何必请自己过去? 刘氏虽然疑惑,可一听还是非常高兴, 赶紧让儿子换上一件像样的衣裳,随着媒婆去正家,先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一头雾水的李时跟随媒婆去了正家,正家也是穷苦人家,且没有儿子,在村里多被人欺负。 正表本人有些狡黠,盼着三个女儿能给自己带来好生活, 大女儿已然出嫁,小女儿准备招续进门。 招续进门,就需要家里有住的地方。 她原本的意思,是前两个女儿外嫁后,小女儿招续时并不会太麻烦。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招续进家也需要花钱。 她在没钱的情况下,就开始后悔让二女儿跟李时定亲。 她想让二女儿嫁个条件好的人家,识得聘礼,用来给小女儿招续。 所以,正表不愿意李时为自己女婿就可以理解了。 她有自己的打算,不想让二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但正宁儿刚烈,她知道父亲所图,所以也做了一些事。 正是她做的这些事,逼得父亲不得不让步, 这才有了让媒婆请李时上门的事。 正表看着像是对二女儿妥协,其实是为了为难李时。 随着媒婆而来的李时对这些毫不知情,只觉得正家气氛沉重。 可她并不紧张,因为她觉得黄就黄了,自己总不能应娶人家女儿吧。 正表心中憋着一肚子火,按她的意思,她想反悔就反悔, 李家贫穷,主动权在她手里。 而她之所以坚决反悔,是因为有个圆外要内窃,出的钱让她很是心动。 不料想正宁儿昨天听说这件事,当晚就悬凉,差点死在屋中。 吓坏了的正表司来想去,她想出一个主意来。 女儿要嫁给李时也行,但需出三千二百钱聘礼,如果出不起,女儿就不能嫁。 正宁儿知道父亲贪财,她也想着李时应该会凑出三千二百钱聘礼,因为李时一直都在卖货, 而且名声极好,不会半点积蓄也没有。 所以,她就答应了父亲所说。 正宁儿根本不知道三千二百钱对于李时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更不知道,李时平时卖货, 挣的钱除了和娘亲吃喝花销,能结余下来的实在有限。 正表斜眼打量李时,李时不卑不亢, 也正视着她。 李时心中无愧,婚配这种事是你情我愿, 她也不是非要娶,更没有做出过任何出格之事, 她有什么必要对着正表逼三下四。 况且,她几年前还救过正宁儿,算得上是正家的救命恩人, 他们虽然不感激,至少不会对自己恶语相向吧。 此前病亲,太过匆忙,如今事情有了变化, 所以找你来谈谈。 正表的言语还算客气, 紧接着,她就重重叹了口气, 先对媒婆和李时说了一通家中困难之类的话, 接着就说了自己膝下无子, 唯一的希望就是三女儿招续进家, 可招续进家需要钱财, 这些钱财的唯一希望就是二女儿出嫁时能得到一笔聘礼。 李时算是明白了, 这正表绕来绕去, 无非就是想钱, 这恰恰是她最缺的, 所以她看向媒婆, 既然如此, 让自己上门干什么? 郑家可以直接拒绝, 让自己上门岂不是多此一举? 郑表见李时的表情, 自己非常满意, 就苦下脸说道, 小女太倔强, 所以想请你亲自拒绝这件事, 好让她死心。 当然了, 如果能出得起三千二百钱聘礼, 倒也可以考虑。 李时恍然大悟, 怪不得让自己上门, 要么自己就出三千二百钱, 要么自己就亲口对郑宁儿说不去。 她感觉挺没意思, 同时也感叹郑表的谋志, 最终, 她决定要亲自去告诉郑宁儿, 自己娶不起, 出不起三千二百钱, 所以这件事就算了。 郑表一听大喜, 赶紧让女儿出来。 李时一看郑宁儿就大吃一惊, 先前所谓的定亲, 她连人家面都没有见过, 此时一见, 发现郑宁儿貌美, 几年前水中救人时, 感觉还是个小姑娘, 短短几年, 竟出落得如此漂亮。 郑宁儿要单独跟李时谈话, 郑表虽然不情愿, 可还是带着媒婆出去。 见爹和媒婆出去, 郑宁儿一双大眼中流出泪来, 看着李时失礼, 公子救我。 李时顿时不知所措, 什么叫救她? 她有危险。 几年前公子便救过宁儿一次, 这次还望公子再次打救。 见李时茫然, 她便将父亲遇让自己 嫁给别人之事, 说了出来。 她说是嫁, 别人却并不是娶, 因为是内妾, 她心中不情愿。 可是, 李时又怎么救她? 她并没有三千二百钱。 如此娇女, 给别人作妾, 的确可惜。 李时本来怀着 无所谓的态度而来, 此时却又生起了不忍之心, 左思右想, 她安慰了郑宁儿, 说自己回去想想办法。 郑宁儿这才收起哭泣, 李时告诉郑表, 让她等自己几天, 如果凑不出钱, 她和该部取郑宁儿。 郑表同意, 因为她知道, 李时凑不出这笔钱。 李时回到家中, 跟刘氏说了郑家条件, 刘氏一听便愁容满面, 儿子多年挑担子卖货, 娘俩省吃俭用, 所积攒不过百十钱, 三千二百钱, 他们是绝拿不出来。 李时安为了母亲, 细细想了自己的处境, 郑宁儿不愿意给别人做妾, 可是她父亲为了钱财而坚持。 自己虽然和她以前定过亲, 但中间横着她父亲这座大山, 自己出不起三千二百钱, 这件事只能以自己放手, 郑宁儿嫁给别人为结束。 正在胡思乱想, 突然听到了打响鼻的声音, 她转头一看, 那头驴脑袋凑在她边上, 她伸手将驴脑袋拨开, 驴却又伸头过来, 苦恼什么呢? 为娶妻的事, 卖了我可娶妻。 她吓得差点跳起来, 这驴末不是成精了, 竟然开口说话。 我是孟真, 父母吝啬, 你送我回家, 他们竟是没有感谢。 况且我也发过誓言, 说要当牛做马暴打你, 要不然, 你可是就死在密林之中了。 不过, 我虽化为身为驴, 却是最后一口气吊着, 不几日便会死去。 与其这样, 不如你将我卖掉, 少三千二百钱不卖, 自然会有人买, 卖了我后, 你用来娶妻, 岂不正好? 李时听得半张着嘴, 这头驴大嘴一张一合, 吐出人言, 看着既恐怖又可笑, 但他所说却是实情, 难不成他真是梦真所画? 刚想到这里, 驴用嘴拱他, 他身子一晃醒来, 原来刚才思虑过度, 竟沉沉睡着。 驴发人言, 不过是梦中所想。 醒来的他不由得苦笑, 可将他拱醒后, 驴却转身出门, 他赶紧在后面跟着。 驴一直向前走, 到了集市之上, 有人打听驴多少钱卖, 他随口说少了三千二百钱不行。 片刻后就有人出钱购买, 他拿着钱恍若做梦, 驴却跟着别人而去, 临走时还用尾巴甩了他一下, 似在告别。 他拿着钱转回家中, 带着媒婆直奔郑家。 郑家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真凑出了这笔钱, 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 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李时怕他会再变卦, 一经答应就抓紧准备, 十天后便迎娶了郑宁儿。 成婚时, 有人来吃席, 说起一件怪事, 有人花三千二百钱买了一头驴, 回到家一天驴就死去, 而且化为浓烟消失无踪。 敬酒的李时听到后, 想到那个怪梦, 心中暗暗撑起。 婚后, 郑宁儿甘心贫穷, 和李时夫妻恩爱, 对刘氏孝顺, 人人都羡慕李时娶的娇妻。 十年后, 刘氏病故, 李时和郑宁儿则在七十三岁时 同日无疾而终。 两人共遇有两男两女。 李时梦驴之事, 他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 李时是寻常人眼中的幸运儿。 他幼年被遗弃路边, 刘氏守寡, 却心善收留, 把他抚养成人, 视如己初, 使他得到了母爱的同时, 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这难道不是幸运吗? 他看书生病倒, 不仅管吃, 还送人家回家, 虽然并没有得到回报, 却被一头驴在密林中救命, 更是靠卖驴获得了娶媳妇的钱, 这才娶了娇妻郑宁儿。 这不是幸运是什么? 他几年前救过落水的郑宁儿, 郑宁儿却牢记于心, 非他不嫁, 两人组成了一个家, 让彼此孤单的心有了依靠。 这不是幸运是什么? 可是, 这些幸运真的只是运气吗? 他如果不救孟真, 不送孟真回家, 又岂会得驴? 如果不得驴, 又岂会卖钱后娶妻? 他如果几年前没有救过郑宁儿, 郑宁儿又岂会非他不嫁? 这一切看似注定, 实际上都有原因, 这些原因就是他的善良, 他的善良使他获得了这些幸运。 至于说梦中驴土人言, 这种誓本就当不得真, 他因为送孟真而得驴。 心中想过这驴是不是梦真所化,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善良在先, 得到回报在后, 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天不其善吧。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